欧欲赛法国队4-1阿尔巴尼亚 科曼梅开二度吉鲁过门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0年欧洲杯预选在H组第五轮的一场比赛中 法国队坐镇主场4-1清续阿尔巴尼亚 科曼梅开二度 吉鲁和一颗内各入一球 格列兹曼上半场罚丢点球 客队的起卡来时最后时刻罚入点球挽回一些颜面 第八分钟 瓦拉内带球到前场后直赛 科曼突入禁区右侧左脚低射 皮球直钻球门右下角 主场作战的法国队一笔零领先阿尔巴尼亚 这是科曼近三年半以来在法国队的首个进球 三分钟后 吉鲁禁区右侧横敲 中路跟上的格列兹曼左脚抽射 但皮球被门将不可思议的用脚挡出